上海上岗如能夺冠,这名爱人将创造历史,完成前五古人的创举上岗目前领先恒大两分,本周将上演龙虎斗,毫不夸张地说,这是本年度中超也可能是中超历史上最精彩的一战,上岗如能客场拿分,基本确保了本赛季的冠军,恒大只有战胜上岗才能大几率夺冠。 图片来自东方IC,上岗如能夺冠,除了创造队史记录外,埃尔克森也将创造一项中超记录,虽不敢说后无来者但肯定是前五古人,埃尔克森分别代表不同的球队,夺得中国超级联赛冠军,在恒大期间三夺冠军,两夺金靴,一次最佳球员。 图片来自东方IC,埃尔克森,1989年7月13日,出生于巴西科埃尔内图,22岁及入选巴西国家队,成为冉冉升起的世界级潜力球星,被媒体誉为国际足坛百大妖人,最受关注的桑巴天才等,获得了欧洲多家豪门球队的青赖和报价。 当时尤文图斯向埃尔克森报价,500万欧元但遭到拒绝,最后570万欧元转会广州恒大,不得不说,恒大独具眼光,2016年1800万欧元转会上岗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